我是佩琪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琪 篮球 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佩琪和朋友们在学校操场上玩 孩子们 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人来学校 他会教大家怎么打篮球 你们好 爸爸 还没有到下课时间呢 今天有一位特别的老师要来教我们 那就是我 我就是教练 教你篮球的老师就叫做教练 爸爸你真是太厉害了 佩琪 你要叫我教练 好的教练爸爸 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打篮球 不知道 这很有趣 你们要跑 还要拍球 将球投进篮框 简单 小猜一叠 看着简单 可做起来就难了 想要打好篮球 你们要努力练习 还要保持体型 你体型保持得好吗 教练爸爸 当然 我的体型相当不错 可是教练爸爸 你有一个大大的肚子 这个肚子可全都是肌肉 首先我来教你们怎么运球 从这里到这儿 这个我能够做到 这个我能够做到 不是这样丹尼 篮球不能用脚的 足球才用脚 小狗丹尼喜欢踢足球 这个可是篮球 你要用你的手来拍球 就像这样 有谁想来试试吗 我 我 我 小杨苏西非常小心翼翼地拍着篮球 做得好 苏西 现在大家都来试试 所有的人都在学习如何运球 好了 现在我来教你们断球 那么什么是断球呢 断球呢 是试着从别的队员手里 把球抢过来 就像这样 乔治 你来试着抢我的球 看起来乔治非常擅长断球 试着把球投进篮筐 看来你还需要再多练习一下乔治 我们来打一场练习赛吧 现在大家要分成两队 男生跟女生比赛 女生组成一个队 男生们组成另一个队 这样不公平 我们队里有两个小孩子 不要担心 即使这样男生队也会赢 没错 我们是超级战队 大象艾米莉可以用她的长鼻子轻松抢到高处的球 艾米莉用了她的长鼻子 这样不公平 别吵 佩奇 她跟我们是一队的 哦 对 这很公平 这样不公平 我们想要艾米莉到我们队里来 不行 艾米莉是我们队的 别吵 孩子们 你们可以组成一个队 好的 所有孩子组成了一支大大的球队 哦 现在谁跟我们比赛啊 呃 这个嘛 大家好 家长们来接各自的孩子回家了 我想到了 你们可以和大人比赛啊 可他们比我们个头大 哦 别忘了是谁教你们打篮球的 那可是教练爸爸 没错 我们就跟他们比吧 我们就是儿童队 没错 我们就是大人队 说的没错 我很擅长打板球 是的 不过我们要打的是篮球 你要把那个球投进篮框 但是你只能用到你的手 或长鼻子 但不能用脚踢 各位 预备 开始 大象先生抢到了球 但被乔治断下了 他传球给了苏仪 再传给理查德 轮到佩奇 他投进篮框了 好耶 儿童队获胜了 好呐 多亏了教练爸爸 我们才会赢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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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